20000年 国家主席江泽民 在中南海接见到 北京述职的行政长官董建华 有香港记者问江泽民 是否阴点董建华连任行政长官 江泽民立即训斥 重温当年他的讲话 江泽民立即训斥 现在那么早 你们支持董先生 会不会给你们警觉 内定是硬点董先生 没有任何的意思 还是按照香港的 按照基本法 按照选举的法 去传选 但是你们 你刚才也问我 我可以回那边去 你可有风高 那你以后也不高兴 你怎么 那董先生 我讲的意思不是 我是牵点当下人 你问我 不支持不支持 我说支持 我就明确给你告诉你一些 你们北京还too young 明白这意思吧 我告诉你们 我是神经百战了 你们要知道 美国的华莱斯 那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我给他谈笑风生 所以说每一次 你都开始要 提高自己的支持率 那我们要设定 不设定 2000年 国家主席江泽文 批评香港记者 所问他的问题 重温当年的报导 你们有一个好 全世界跑到什么地方 你们比其他的西方机 跑得还 但是呢 问来问去的问题 都too simple sometimes like if 你懂了没有 那这样就行 我很抱歉 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 给你们讲解 我不是行为工作者 但是我见的太多了 我有这个必要 还告诉你们一点 人生的经验 总会有句话叫 闷声大发财 我这什么话叫 就是最好的 但是我想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啊 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所以你刚才你一定要 在宣传上将来如果你们报道上 有偏差你们要负责 我没有说要清定 没有任何这个意思 但是你问 你一定要非得要问我 董先生支持不支持 我们不支持他 他现在当特首我们怎么都不支持他说 但是如果说连任呢 连任要按照香港的法律 对不对 要按照香港的 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